歡迎觀眾朋友繼續跟歡迎新聞來關心電風 說到過了,這黏黏太太的口感可能有未就面臟無法接受 你若是拿來跟家寶做水嬌會變成什麼樣的 未來鄉一間列寧公司為了要安登素材補準期 由兩年前開始,從過了拿來跟家寶做新水嬌 在水嬌裡面的阿,全部都是這間公司 是用太陽聯邦來載進的素材 包括有木耳、珊瑚菇、紅菜桃丁丁 經過團隊不斷來調整紅的比例和口味料 現在這水嬌是相當受到大人的娛樂 一口罩可以賣出9千萬 未來一間列寧公司結合太陽聯邦發展建材 在太陽聯邦的家正過了到高雷 但一般素材可以保存一個百萬 為了安登保存機,他們在北京發股毛水澡 這個原因之下其實促使我們去思考說 我們怎麼樣延長這個生煎食物的保鮮期限 所以其實我們有了一些不一樣的構想 就是在一次的偶發的情況之下 我們廚師去想到怎麼樣把這些食材 它去結合出一個美味的料理 那他就想到說 那我們來試試看把它製製作成水餃這樣子 要做菇毛水澡其實過程非常費工 愛心將菜洗澡清洗澡、砍色、種水分全部用掉 接下來還要用機器製作水 連後加進其他食材 最後請完工用手工的方式來包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過鳥這項素材 但經過團隊努力 現在19月可以賣1千萬以上 我們其實今年在第二季開始 有一個跟雲林家福合作的一個公益的愛線專案 讓我們其實最近幾個月的銷量 大概是每個月平均可以1千5到2千盒左右這樣子 團隊經過三個各個的驗法 跟立貴鳥、烏莽妮、紅菜頭丁丁 並丟進素材比雷 經過幾個星期失敗照今天的成功 現在押出兩種口味的水餃 有收視的素材口味到分的豬肉口味 點小朋友都介意吃 貴鳥、還有香菇、還有紅蘿蔔 還有紅蘿蔔 還有蘿蔔 還有蘿蔔 很有嚼勁 就是有骨毛的味道跟菇的味道 會不會有黏綿的感覺 不會 食材的源頭就可以去掌握它的安全性 我們不吃農藥、不撒化肥 種植出來的東西其實非常好 包貴鳥跟高律的水餃 開始跟市民上所有的水餃不一樣 經過團隊的健康 想不到今年中一般人都不敢吃的貴鳥 變成合吃的水餃 應該歡迎民眾來試吃看看 幾家國用品 彩虹不得 我們都不敢吃到 很快的 車子 有 紅蘿蔔 那一會兒 惹